腾讯体育9月23日去上榜与三干一清取加派,仍然以四分优势领袍,向着杜德中超冠军的目标,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 下一轮,上榜将克战国安,谋求连胜将对手彻底踢出争断集团,也将成为上榜的目标。 中超军起七十一平,上榜向首冠权力冲刺,上榜上一次遭遇到失利,还要追溯到8月5日时,当时上榜克场以0比1不敌一方。 此后的较量里,上榜便再也没有品尝过失利的滋味。 另外,最近八轮比赛里,上榜好举气胜一平的战绩,展现相当强劲的势头,这意识令上榜向着杜曲中超手冠的目标。 大台步的冲刺,周中的五赛里,上榜在引人注目的天王山战役里,以2比1的比分立刻恒大,拿到了宝贵的胜利。 这也令上榜将同恒大和国安这两队的优势,拉到到4分,此番上榜主场迎战实力平平的亚太,也是球队进一步扩大优势的天赐良机。 尽管胡尔克在这场比赛里轮休,但上榜的整体实力依然也压对手。 在经过伊哈洛的三盘府后,上榜对夺回了场上的主动权,阿乌斯卡攻入世界波,蔡惠康和吕文军也相继建功。 这也驻上榜已翻港一兵不血润的拿下亚太,巩固了榜首的位置,依然以4分优势领先。 上榜真冠平是一片大好上榜欲成霸主,必须迈过考验连赛还升下七轮,上榜仍然以4分的优势领先。 这也令上榜牢牢的掌握着夺挂的主动权,相比于身后不容有失的恒大,上榜存在着一定程度犯错的空间。 但上榜主场拿下亚太毕竟是常规操作,接下来上榜便要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。 下轮比赛里,上榜便将负攻击迎战国安,要知道上榜主场时便曾以1比2不敌国安,此番在战律邻军也不容有失。 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恒大破禁。 第二十八轮时,上榜又将负天体挑战恒大,即时很有可能,是决定冠军走势的决叉。 此外,上榜仍然将面对苏宁和鲁能等劲敌。 接下来的独冠之旅依然步步惊心,恒大逆天改命紧追上岗恒大,在周中的天王山战役,客场以1比2不敌上岗。 这也令恒大的争冠形势陷入到被动局面。 本轮面对着苏宁时,恒大一度以0比2落后濒临绝境,但塔利斯前而是一传。 保利,你要建功,驻恒大惊心动魄的一3比2实现大逆转。 恒大逆风翻盘展现王者霸气,能够在绝境之中宁然实力不复的苏宁。 这也充分展露出恒大的冠军气质。 作为七连冠的王者球队,恒大又怎能允许早早的被踢出冠军中夺战呢? 恒大在成功逆转后,仍然以4分的劣势落后上岗,继续排在自协的位置。 卡纳瓦罗在输给上岗之后曾表态,陈球队实际上只顾后上岗一分。 显然对第28轮在天体同上岗的决战旨在彼得,恒大已经同国安、鲁能和苏宁等对手过招,剩余的赛成员豪于上岗。 这也将是恒大争冠的关键,国安与上岗一役相当于被水一战国安攻体难,不像上岗真没戏了在上岗和恒大相继胜出后,排在第三的国安却掉了链子。 出人意料的以2比3不敌副班长贵州,首先掉了链子。 这场比赛的势力,也令国安已经落后领跑的上岗队7分,夺冠前景已经愈发的严峻。 下轮比赛里,国安将在主场迎战上岗,这对于玉林军来说,也将是被水一战的关键战役,倘若国安能够借助主场之力胜出,那么同上岗的分差所小到4分,仍然存在着逆袭的可能,倘若国安无法赢球,仍然落后上岗气氛甚至10分,那么中朝争冠希望也将彻底破灭。 对于上岗来说,亦是希望并提供预议,将国安彻底踢出争冠集团。 首先让中朝重新变成横港争霸的舞台,点滴重点推荐中朝争冠看气质。 恒大三度决境翻台上岗挑战霸全晚的可怕国安连夜赶成。 再后三小时底定本赛季首次重金包机分析师。 恒大国脚防线神坑事务广州卡丸专闭路秀翻全场。